大家好 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 Live 這次要跟您介紹的是 陶奇角色大黃蜂 Part 2 也就是它 掃描過之後 成2009年概念車的 Camaro concept Bumblebee 那一樣的我把這兩個不同的版本放在這邊讓您做一個觀賞一下 一個是 乾淨版 一個是 作戰過之後的傷痕類類的版本 兩個基本上來說 尺寸大小顏色 變身過程完全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它加了一些 Battle Damage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專注這一部 乾淨的車子 就請它先休息一下 它基本上來說可以算是一部非常Stylish 就是非常有行精有款的一部 跑車 像我剛說的它是一個概念車 所以現在在市面上 還沒有它的存在 還沒有它的出現 除了在電影裡面 它做出來的那一部 唯一僅有的那一部車子 車子的形態來說 基本上沒有什麼其他能夠動的功能 嚴格要說的話 可能就只有一個 它的門 是可以打開的 所以你如果把它放到架子上面做一個擺設的話 這樣看起來是很屌的 可是你再轉過來的話 裡面是沒有座位的 你能看到的就是一些機器人的一些部位 所以 我是習慣把它開到這個角度就夠了 好 非常非常的Detail 一個非常仔細的一個設計 連這個Camaro的字都在車邊 Chevy的Logo在這邊 所以我認為說在設計上面來說 應該是一個蠻仔細的一個玩具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它的變身過程 首先 一樣的 再次把它的 車窗 打開之後呢 把它前面的輪子 這樣看清楚了 左右 分開來 分開的同時你看到了 車頂這邊呢 就 瞬間的也分開了 這算不算是Automorph呢 嚴格說起來我不是認為是 只是因為 你把它扯開的時候呢 它同時也把手臂拉開來 手臂跟車頂的地方是連接的 所以它自然 一併的扯開來了 再來是把它的 手的部位呢 窗戶的部位呢 轉180度上去 沉這個地方 好 再來是 手呢 就把它稍微的移到旁邊去 好 把這個剛剛車頭蓋的地方呢 轉180度上去 這邊也是 好 再來是它下盤的部分 下盤的部分你們注意了 一在拆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武器可以出傷在車子裡面 或者應該說可以出傷在它的後 行李箱裡面 很屌 待會來介紹它一下 我很喜歡這支槍是因為說它完全符合 電影裡面 它右手 能夠變成那把槍的 形狀跟設計 好 好 再來這邊呢 就把它的 車子前面這一片呢 給分開來 到上面去 這邊也是 分開來 到上面去 再來呢 就是它腳的部位了 這裡呢 也一樣的 它有一個 連續變身動作 一個 automotive technology在這邊 你把它的腳板呢 往下移的時候 你看它整個車子後面 扳上來了 這邊也是 再把它的腳跟 稍微移下來 雖然我看不到它的作用 因為它完全是不著地的 好 再來呢 是它的 另外一個 第二個 連續變身動作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 在它頂部的地方 可是呢 它連續的變身過程呢 會稍微去卡到 所以它並不是那麼的連續 是斷續的吧 應該這麼說 你把它的車頭蓋這個地方呢 一定要往下壓 它才能 搬下來 OK 再來是 把它車頭的地方 搬下來的同時 你會看到它的 肩膀 一併的在動 搬到這邊來 再把 車子的那個 門 往裡面搬 你才能夠繼續往下壓 到這邊來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 車子的兩邊 也就是車頭這個地方呢 那兩片往上移上去 好 好 2009年的 Bumblebee 2009年的 Camaro Bumblebee呢 變身就完成了 它的造型呢 絕對絕對是比 之前的那個 Bumblebee呢 強了非常多 可是就以尺寸來說呢 兩個身高呢 的比例呢 呃 成正比 所以呢 呃 也是 個蠻喜歡的一個地方 好 可是呢 就以 呃 關節來說呢 它 新的 Bumblebee呢 比舊的靈活很多 而且顏色呢 也比它黃了一點 好 之前講到它這把槍 好 之前講到這把槍呢 你可以把它 放在它手裡 讓它握著 像我之前講過了 它 非常符合 電影裡面出現過的那把槍 的形狀 OK 可是呢 這把槍不單單只是一把槍 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可是這個功能是在電影裡面沒有出現過的 喜不喜歡呢 看個人而言 因為呢 一把武器裡面有兩種的變法 呃 當然勝過一把武器的單單單單單的功能 你把這個槍 上下分開之後呢 往你往後面推的時候 中間這個 刀這個劍的部位呢會往前伸 所以它也是有一個 劍在這邊 OK這也是它的一個另外一個武器 所以呢 言格說起來呢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造型 而且呢 當初 呃這個玩具呢 剛剛出來的時候呢 立刻被人搶空 我是等到後期 大概等了將近三個多月 玩具公司重新在生產的時候呢 才有機會去把它買下來 喔 所以呢 我非常慶幸說我買了它 而因為它有兩個不同的 呃 版本 所以呢 照就說我 決定說兩個一起 一起把它買回來 這個 這個就是2009年 Chevy Camaro的 Bumblebee 大航空 點燈 那 0 我